关系的是已经停飞一年多的远东航空 现在有好消息传出了 因为银行团的关系呢 现在有三亿元的资金 新团队最快12月份就能够复飞 那么在未来会以外岛航线大陆的重庆沈阳为主 预计也要召回将近有300名的员工 包括在今天已经有人开始恢复上班了 我们立刻请肖湘怡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好 今天我们现在来到最新现场 其实是在远东航空的总公司 其实呢是远航在经历停飞一年多之后 要正式宣布复飞 而今天呢则是所有的员工 他们已经召唤了有五成的员工都回来上班 而且新疆建议的董事长是前立委刘文雄 他特别表示说他很有信心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远航顺利再重新飞上天空 看一下稍早的采访 9月底或者10月初之前 这个第一架 那最重要是你们还要配合民航局的相关的检查 12月底之前应该是4架 希望能够这样 但是我刚才说9月底是最快 第一架希望是这样 好其实那个我们刚刚听到刘文雄他特别是表示说 其实目前现在远航还剩下的是4架飞机 而且呢每一架飞机其实经过重新整理 一架就要花上300万台币 但是呢他认为这个银行团的益住资金 希望可以赶快到位就可以顺利赶快把这个 所有的飞机能够重新整理 而且他们目前这个初步研判希望能够争取到的是大陆航线 还有的就是金门航线来回馈乡亲 所以他特别表示说 希望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远航重新飞上天空 而且预计将召回200多名旧的远航员工回来上班 以上是目前现场最近一线报道 先把镜头还给彭内博 好在未来呢渴望可以召回300名的员工 为付贝来做准备 预计就在今年的12月 我们随时会有这种消息 我们下期再见